后离火车站的售票窗口 整面玻璃被砸破 部分碎片还掉满地 就怕会刺伤其他旅客 站务人员立即报警处理 星期五晚上八点多 车站大厅传出巨响 吓坏不少人 原来是这名打着赤膊的男子 喝到醉熏熏 居然还想要近站搭车 被站务员阻拦后 他认为自己很清醒 搭车没有问题 但就怕他一身酒气 会在搭乘过程发生危险 或是和其他乘客衍生纠纷 因此站务员依照规定拒绝载运 双方因此爆发冲突 怎么也没想到 男子竟然又拿酒瓶 砸破售票窗口的玻璃 索性现场无人受伤 原点地时间将男子戴反锁 并依刑法毁损罪移送法办 要等他酒醒后 为自己失去的行为付出代价